今天就教你鎖鎖的Evasion 第二个问题 鎖鎖是什么呢? 鎖鎖是问你的数是十多次 主要鎖鎖是教你这两款问题 鎖鎖是一块东西 或者它的Base 不一样的,那怎么做呢? 我给你一个例子 譬如鎖鎖3x-2比2 那我们将这个2变成了一些鎖鎖 那我们知道鎖100就等于2 就是鎖100 OK 那左右两边,即是同时只有一个鎖 一个鎖,一个鎖,一个鎖 那里面的鎖鎖就会是一样的 那3x-2就是100 那x就等于100,0,2,除3 就等于34 搞定了 好了 但这款问题呢 这款呢 减 减在鎖就是除 1是什么呢? 1是鎖10 那就是这个步骤 那里面一样了 一个鎖,一个鎖 里面的鎖呢 就会一样的 那3x加1呢 除x-2就等于10 乘上去 OK 那你找到x等于3 很简单 对吧 来到 好了,去到这条 加就是乘 那给多些括号去,不用那么乱 1是什么呢? 1就是鎖10 有一个鎖,一个鎖 没有了,变成6x-4 4等于10 x等于14 over6 7over3 OK 7over3 去到后面最后这条 鎖4x 1是鎖10 再加鎖 x加6 OK? 鎖x加6 那加是乘 而鎖呢 10 x加6 多一些括号 鎖4x 一个鎖 一个鎖 没有了 写时等于10x 加60 負60 等于6x x等于-10 咦?大陆了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做 但是lock呢 记住一个东西 lock呢 是没有负数的 里面 lock 里面呢 没有负数的 那现在看看 把这个-10 丢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lock -40 lock 按负数 会写了 lock -40 undefined 你看到那个 所以这里呢 就是 所以 要load solution 的 还有要写 这个答案呢 要reject 的 OK? 那同学 麻烦你试试 这几条问题 5b 这几条问题 OK?